来 们大家好 我是小鑫 这期视频咱们出一个水肥的使用 然后我们就以这颗花来为主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水肥 把它开分 我们水肥的话它比例是1比500 一毫升的话对500毫升的水 假如说咱家里边的话只有这一颗花的话 你就这500毫升的话就倒到一盆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水肥的话不是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刻度吗 它是10毫升的 然后我们的话就正常倒的话就到一毫升 OK 差不多 这些的话就一毫升 那水肥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养花的话如果追求纹路更好 包括它生长的要更快的情况下的话 每10天用一次水肥 它主要是报纹的 这个水肥呢它是凹出来的 它只可以灌根啊 不可以喷叶面 是什么呢 残永淡水鱼芝麻黄豆和骨粉 熬制出来的啊 然后我们每10天灌根一次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是一毫升 我们兑的这个比例的话就是 正常的这个矿泉水瓶子的500毫升啊 然后给它醉到一起 全部倒进去啊 大家看不到 我觉得为了避免浪费的话 我们就全部也要倒一起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让它稍微溶解一下就可以 那浇水跟浇水肥不一样啊 浇水的话大家需要浇透 但是浇水肥呢 大家是不需要浇透的 然后就开始浇这个水肥啊 浇水肥的话大家尽量的话啊 就是尽量的话是靠近盆边缘的 因为水肥的话 它有的时候肥效大啊 这个是210直径的花盆 你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500毫升的话还剩一些 然后就直接灌到这个里 这个大的这个花盆里边啊 你看500毫升的话 你210直径的花盆 基本上是可以浇两盆的啊 因为浇水肥的话 你没有必要浇透 浇透的话就比较浪费了啊 跟浇水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在花椒里面浇水肥的时候呢 像刚才小新灌根了两盆的话啊 我们花椒里面是用那个 磁水的那个那个喷头 它很容易就喷到库肌上 所以花椒里面我浇完水肥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我会再往库肌上 非常快速的再润一遍水 家庭里面如果大家非常仔细 小心的情况下啊 没有这个水肥 没有撒到库肌上的话 是不需要拿水再浇一遍 再稀释一遍的啊 这个比例的话就是可以 那水肥的话呢 这个作用的话 就是让咱们菌子兰长的 就是纹路要跳的更好啊 因为菌子兰是主要欣赏 叶面文化的 这个时候肯定有好多来友 会问小新说 哎那我春秋宽土 已经买了小新家的固体肥 矿物质肥 是不是非得用这个水肥 这个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啊 其实如果你基础的 就是花的正常生长啊 然后包括年底能上离开花的话啊 基础的固体肥和矿物质肥是可以的啊 然后包括大家都会配着叶面肥 那这个水肥的话 有懒友追求什么更上一层啊 就是可能那个纹路 对纹路的要求要更高的 然后平时每10天用一次的这个水肥啊 比如说1号用了就10号 10号用了就20号 然后就到了月初 一个月的话用三次啊 浇灌了这个比例和方法的话 就是小新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的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 对小新的支持和新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